看一下 哈囉各位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下午要跟大家做安裝直播分享的車種呢 是Mazda CX-5 這一台的話是18年款 是二代新款的 2.0的汽油引擎 後面已經裝好了 前面的話還在拆裝 所以背景聲音會比較吵一點 那先看後面好了 後面的話 他是 一個算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它的底盤架構呢 其實Mazda的車系很多都是公用的 譬如說 譬如說 Mazda 3 混動馬3 進口的混動馬3 三代的 或者是CX-9 它的底盤架構其實都大方小異 那後面的上座呢 是我們也有附在這裡 那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這個地方 一樣跟前面的調法一樣 順時針的話變硬 逆時針變軟 KT的話呢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這個後面的筒心呢 是舒適的細的 所以它的這裡有 裡面的話有附滿頭 這個白色的是緩衝滿頭 還有這個防塵套呢 是專用的規格 它密合度是剛剛好 它的後上阻尼調整的話 是在這邊 那後面的彈簧公斤數 跟車高調整呢 是在這個地方 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並不是靠這裡來做調整 後面的車高呢 是靠這個彈簧上方的Hilo Key來做調整 預計今天要這台的車高呢 大概是30幅左右 那CX5的後面的彈簧公斤數 我們配置的是6公斤 所以這台車呢 前面跟後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都個別是6公斤 車高調整的秘訣呢 就是彈簧呢 千萬不要壓縮過多 像這樣子的話 它的彈簧呢 是沒有辦法晃動的 如果筒身調整的太長的時候呢 它彈簧是會鬆動的 那如果筒身調整太短的時候呢 它彈簧預載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後面的調整的秘訣呢 就是彈簧千萬不要壓縮過多 也就是說呢 筒身不能調的太短 那調整完畢之後呢 它的Hilo Key的這兩個托盤呢 記得要對手把它鎖緊 還有這個筒身上方的托盤要鎖緊 那後面的話 如果呢 車主 車油 油要降得很低的話呢 就建議要改楊角調整器 這邊 這裡的話 已經有改這個應該是豎腳調整器了 而不是楊角 這是後面的懸吊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左前也裝好了 只有剩下右前也裝 這台車的 換了二代之後的車頭造型呢 跟一代差異還蠻大的 Logo 非常大的Logo 就等一個收張 它的配備也相當不錯 那車友也已經有改了 像是這個是 馬自達的運用品牌 AUTO ESE的進氣矽膠軟管 或者是接地線 還有是SUMMIT的引擎式拉桿 那它的上座部分 我們也都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 在這個地方 這個裡面的軸層呢 是口右的軸層 它本來的調整桿會比較短 因為呢 這個開口比較小 如果調整桿在這個地方呢 車友就不方便調整 所以我們把這個桿身呢 把它拉長起來 從這個地方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 像這樣順時針 它就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那KD其實還蠻細心的 在這個地方呢 看到一個矽膠的 呃 零件 這個地方呢 就是在 防止它 萬一我們有在這裡做洗車 它的水氣 有可能從這裡跑進去 那我們有做了這個 防水鈕之後呢 它的水氣 就不容易跑到軸心裡面 也不會說 造成軸心會有阻尼 要調整 會卡住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KD 比較細心的地方 那它的 前面的桶身部分的話 呃 是剛剛說了 是配置的 要舒適的嘛 所以我們配置的 長度呢 比較長 是220長 公斤數的話 是6公斤 那裡面的主 呃 用料部分的話 用的是 日本NOK的油風 義大利IP的主民友 所以我們用料部分 這個是理載串的固定座 那這個是ABS感應線 還有油管架 都是仿造原廠的位置 那本來的前面大概是5指幅 後面6指幅 所以今天的 降下來的側高呢 要降低大概到剩下30指幅左右 這個算是一個原廠的斜震塊 所以我們前面的側高呢 預計降到大概30 到30半左右 那前面的側高調整呢 跟後面不太一樣喔 前面的側高調整呢 是從這個地方把它旋鬆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側高就變高 那整體長度變短 藍色的腳管往上縮短的話 側高就變低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區間範圍呢 比較大 那並不是靠壓縮彈簧的方式呢 來改變車高的 那其餘的部分的話 這一台車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譬如說 鋁軒輪胎的部分 這個是二 應該十八 這個是十九吋耶 二五五十九的 二五五十九 這是十九吋的 那配備其實 Mazda 7x5的這一台配備 也相當的不錯啦 那因為這一台車 我們好像還沒有機會開過直播啦 所以今天開個直播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台車的底盤 還有它的一些配備 像這個目前在做的工作呢 就是在把它的筒身呢 調到適合的長度 我們再把它裝上車上 這個是右前 右前的避震器 OK 以上是今天的 Mazda 7x5 二代的安裝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 一樣的車呢 或者是有其他的車款 有問題 或是需要試乘的話呢 都可以跟我們的 後台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這台車很漂亮 謝謝大家 掰掰